讓人說是國寶寄的 秋花藝人 秋山 幾年秋山去 他家裡人要照顧他 有哪個家來的牧場 生日秋山的故事館 對我開放 這個工廣是 既親的臺灣藝人 秋山 在那三十年以前 太初演劇改了後 去台東經營牧場的頭這個工廣 因為當初因為正在招牌 所以才有一點小小的名聲 秋山用十多年的時間 才讓這間牧場 為了錢的專做是賺錢 是很不簡單 今年招牌高年九十歲過身 人家來的人 為了要懷念他這四人的訓導 尤其是在台北的演劇口 也讓在早期生活 很艱苦的臺灣人 可以討伐心情 為疫苗的空年代開始 招牌就做小企業的演員 一直到他退休 也要特別在牧場裡面 生日招牌口署館 裡面有早期的電影 唱片 還有早期演劇口 拍片的文物 也能在裡面看電影 這個口署館 就親像臺灣演劇口署館一樣 不是看臺灣的飛狗人生 是了解他一四人混亂的 人生故事 記者 總括報道